香港政策法那裏你今天講些什麼呢? 我想美國政府過去有一個美國香港政策法 主要都是關於一些貿易協議 以及一些商業政策 將香港和大陸分開去有一個差別的待遇 以及讓香港維持它獨特的經濟體系 但在未來我也相信 特別在香港的主權移交20周年之後 是時候要將2014年雨傘運用之後 有一個香港的人權民主法案 原本是因為會期不足的關係 最後是擱置了草案 重新提出展現 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的政策在外交層面上 都是希望不會去忽視這個人權和自由 特別是法治的元素 網民就說要凍結這個香港政策法 你們是香港眾志 你自己怎麼看? 我想對我自己來說 坦白說香港人普遍對香港政策法 就是香港眾志 其實我們都沒有對香港政策法很深入研究 但我覺得 其實凍結香港政策法 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是沒有利的 因為如果凍結了香港政策法之後 反而是會令到 香港和大陸真真正正在商業系統 以及在一個金融投資 一個經濟政策上面 被其他國家可能是一體化的對待 反而是會適得其反 最後一個 今天和Lancy Pelosi的見面 怎麼樣? 反應怎麼樣? 他怎麼說? 非常之好 亦都和Lancy Pelosi的見面 亦都說了很多關於香港的問題 亦都看出他們香港的關心 我相信很多建制派都會說 我去見Lancy Pelosi 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不過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其實Lancy Pelosi兩年前都見了梁振英 那難道梁振英又勾結了外國勢力嗎? 那沒理由 Lancy Pelosi見了梁振英 就天經地義 我見Lancy Pelosi就勾結了外國勢力 那說不通的 所以我會覺得 香港做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去見一些國際級的政治人物 去做一些交流 又不是有任何的交易、黑箱作業 都去解釋香港的情況 其實都是天經地義